國際間今天倒是發出了這樣的紅色通緝令 主要針對北韓金正南案 馬來西亞警方在傍晚的時候說 國際刑警已經向四位再逃的北韓籍的嫌疑犯 來發出了紅色通緝令 好 可以看到全球前五名的通緝令 紅色通緝令的對象 那麼第一名是一個殺人無數的美國人 然後接下來這四個就是今天才剛發布的 都是北韓籍的 那麼被認為是特工也是 這個殺掉金正南的這個嫌疑犯 因此現在變成全球前五名的通緝犯了 這是來自國際刑警官網上面已經名列了 好 所謂的紅色通報 就是要求找尋跟逮捕被通緝的人士 而且要引渡到申請通報的國家 等於全球都在找他們 也都可以來進行逮捕 那麼至於說這樣的一個金正南 到底他的遺體該怎麼辦呢 那麼目前家屬基於安全的問題 還是不會去認定 就是說交由馬來西亞來處理金正南的後事 結果馬來西亞要不要想一想對自己的利益問題呢 因為他們還有許多馬來西亞的國民 現在是在北韓境內 他們就想說好 如果把金正南遺體給火化 然後就把他的骨灰交給北韓 那這樣子可不可能可以交還回來 他們滯留在北韓境內的馬來西亞的公民呢 好 就不知道 因為現在他們還在想 那麼今天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已經是全球五大通緝犯已經列出來了 這是這個紅色通緝令的下達 那ט ają 字幕提供